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Wendy 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学习古琴的一些好办法 那最后呢,我会接触一下我学习古琴的一个神器 那我们学琴最初始的时候啊,都是拿谱子,然后直接往这个谱子上寄 那一般老师都会给你这个打印板的,是吧,一张纸 那也有是说要有教材的,那有教材的呢,你还不舍得往上面写字 尤其像那个手稿的那种书 像我之前是跟川派的这个顾梅庚老先生这一传承的这个直脉的老师学习的 那我们用的那个教材就是这个 这个顾老师的这个手写,手稿本,勤学备样 你看这本书被我给翻的,已经都要掉页了 所以在这个上面记笔记就不太好意思 网上写的这么狠 然后可能挑一些重点的地方 然后刚开始呢,是用千笔 那千笔一时间长呢,就看不清自己写的什么字的 再加上当时记的可能有连笔,放时间长的就忘记了 然后有心的话呢,你还可以说把它打印出来,符印下来 那我后来呢,我就做有心的人了 我把它符印下来,然后放在这种夹子里 这样也比较容易看到 然后旁边还很贴心的贴了一个小标签 这是我所有在这个勤学备样当中学的这个曲子 我都给它符印下来了 这样呢,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带着这本书 路上的时候也不怕给它那个弄坏 这个作为书的话,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心书的人 我就觉得这个蛮舍不得的 都用这个透明胶脏的 但是现在还是就是要散架子了 但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用的神器就是电子版的 这个电子版有什么一个好用啊 你看我们在这个标准机给我们的这个谱子 也都是这个扫描件的 让我们自己打印出来看 但你会发现哈,这个 给你的这个谱子哈 中间每一行剧的留白特别小 就小到你想记笔记你都没地儿写 我之前出了一个视频 就是录屏的这个标准级考试的四首曲子 酒狂,梁小尹,观山月和阳光三迭 它这个谱子普遍的问题就是中间没有留白 那没有留白你就没法记笔记 你就见缝插针的往里写 那种写的东西也都很有限 你看这就是当时酒狂给我们的这个版本的 那个字小的连的都有点看不清的 然后我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哈 它给我们的不是电子版吗 我把这个电子版呢 用正常的这个Word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把它截图 我把每一个每一行 从简谱到五线谱再到这个执法 这一行我给它截下来 然后呢肯定会有一些多余的部分 就是下一行戴的 我就把它再用这个画笔 给它白色的就给它涂掉 然后呢一行一行的中间这个留白 就任我去给它放大多少 最后呈现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就是我中间留白 留大概就是一个手指都出 或者你认为要更多的话 就两个手指都出 你这中间底下你就可以写很多 后来呢我又发现了更好的招啊 就是利用这个iPad iPad有一个软件特别好用 叫Goodnose 这软件如何使用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拿到一个电子版的谱子 打开这个谱子 我们先把第一段加标题截图 好修正一下 然后把图片保存 就是这样 然后第二段 再截图 给它切一下 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多余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白色的笔 给它涂抹掉 保存 第三段再截图 第三段呢 多余的地方就蛮多的 给大家做个示范哈 就这样截图下来 然后用白色的笔把它 给它多余的部分涂抹掉 好先拿这三段呢做个演示 一会我要把它们放到Goodnose里了 好打开Goodnose 好打开Goodnose 那就是一个A4纸大小的 你可以到时候打印出来 然后第二段 再插入图片 你看中间的留白就任你去放大缩小 第三行 插入 好就是这样 是不是超级简单 这是我已经做好的屏沙洛燕的谱子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示范吧 嗯 现在因为我要用横屏 所以你看可能有点怪 平时呢 我看iPad的时候是用竖屏 就整个一个屏幕的大小 就是一个A4纸的大小 好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推荐了一个好用的APP 就是Goodnose 这是我至今为止哈 学习古琴 包括我在教学当中 用到一个最好用的一个学习工具 那我认为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无论你在学习任何一项技能 特别是在学习乐器的时候 你要认真地记笔记 包括你要认真地做教案 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呢 是我们能够轻易进一步的一个基础 希望这个方法呢 能够帮到大家 好那就到这里吧 拜拜